台湾妮子不欢迎啊 澎湖酒店坚持一个中国 台湾妮子都古代 不用上我的门口来吃啊 你是台湾人可以 中国台湾人 各位同胞 各位韭菜 各位难民 大家好 今天呢 大家直接看我旁边这个视频 又是逃出来的韭菜啊 不知天高地厚 还要坚持一个中国 你这烂脑子 你看听一下 中国台湾人 自称台湾妮子都古代 同胞酒店不接待 人家说了 人家不中国人 人家台湾妮子 台湾妮子不欢迎啊 同胞酒店坚持一个中国 台湾妮子都古代 不用上我的门口来吃啊 你是台湾人可以 中国台湾人 哎呀真的是 这个酒店啊 他这个饭店是在哪里呢 我原以为应该在美国吧 这要在美国的话 那我就不去了嘛 对不对 后来我一看 我一查 根据网上公开的信息啊 他是在津巴布韦 在津巴布韦的首都 津巴布韦 不知道台湾怎么翻译 翻成星巴围吗 我不知道 反正那个地方是干嘛的呢 他是在南非北边一个非洲国家 一个呢 非常贫穷的国家 我提到这个国家 我内心呢 感觉到非常的这个自豪 为什么 这个国家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穷 哎呀我就感觉很欣慰 今天我终于讲了一个比 比中国更穷的国家了 你要不然的话 有的时候吧 老讲是台湾 老讲美国 老讲日本 韩国 有点自卑你知道吧 咋那么都是发达国家 都是比中国发达的 对不对 你再差了 东南亚 像许多中国人认为 东南亚 中国比东南亚好 结果跟人家马来西亚一比 马来西亚 你比人家差远了 生活水平 根本不如人家 泰国都不如 泰国人都看得起命 你知道吗 有几个泰国人移民中国的 你去网上查一下 有多少中国人移民泰国 就 哎呀 打开世界 我现在想一想 津巴不韦 这个非洲国家 它不如中国 这肯定不如 肯定不如 所以我感到很欣慰 不要觉得 你不要觉得 我那个不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 包括有的时候 我看那个排名 中国排名 假设澳北国家排名 中国排名 190名 180名 其实我 我一般不会 不会看 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 因为一般情况下 美国 日本 台湾 加拿大 澳大利亚 都是排在中国前面 什么民族指数 自由指数 人权指数 新闻自由指数 人均GDP 人均收入 全排在中国的前面 受不了 其实我骨子里面 还是有一颗爱国心的 哎呀 受不了 所以我就看中国的后面有哪个 朝鲜 哎呀 中国不是倒数 离的 我还蛮开心的 真的 再看 就反正这后面有一圈 排名不分 先后啊 朝鲜 伊朗 缅甸 啊 古巴 还有非洲有一个国家叫 厄里特尼亚 哎 他也跟中国一样独裁 有的还比中国更独裁了 这个你别不信了 就比上不如 比下有余 就心态就好了 就你要这么一想啊 那 心态就好了 要不然的话 你老跟那妈台湾跟那资本主义这些水深火热 就是我跟各位讲资本主义的繁荣 哎 等一下 这椅子还有点响 就资本主义的繁荣 它是短暂的 真的 真的 社会主义它最终它会战胜资本主义的 你别不信 你别看他先是共产党的官员生活水平 战胜了资本主义国家官员的生活水平 就这里承认吧 共产党的官员 一个县委书记 省委书记 市委书记 贪污 贪的钱 那远远超过美国的这些什么州长啊 市长啊 说实话 美国这些市长州长 他能贪几个钱呢 他也不敢贪钱 他所有钱都要经过议会的 他说这样的 而且还说 我把话题讲到这个视频了 他讲说 哎呀 台湾人 说台湾人那个 不承认这台湾人 就不去这家吃 你这个饭店在非洲 我估计没有几个台湾人去非洲 我估计啊 就没有几个台湾人去非洲 还有一个 应该也没有几个中国人去非洲吧 中国人去了外国一般会去东南亚 非洲太遥远了 而且去非洲干嘛 看大象嘛 金巴布韦这个国家 我记忆中已经破产了 他发行的货币是 10的33次方 人类历史上最大金额的货币 这国家通过膨胀 已经到了你无法显像的地步 当然他可能就是中国的明天 哎呀 哎呀 真的是 没法说 社会主义还是有优越性的 还是有优越性的 真的 我现在也是跟那个韭菜 跟有一些粉红那个思维 我也理解了 真的 我现在理解他们了 他们不是说了吗 你这么老讲资本主义好 你老讲美国 日本 台湾 那印度搞资本主义 搞民主 印度成什么样了 菲律宾什么样了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金巴布韦也是民主国家 也是搞资本主义 就是确实比较穷 你说的确实太对了 所以我跟你讲 国外水生火热 民不聊神 基本上就快要人吃人 你就别出来了 你出来干什么 啊 就美国 基本上天天抢击 你我这个屋子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吧 车祸 死了 死人了 他日本那就更不行了 那基本上 穷得一大糊涂 女的没办法 都去干那个事情 都去拍片了 没法弄 那台湾呢 更那么一不折体啊 台湾就彻底 天天在家吃闲饭 吃什么 树根啊 什么 受不了 台湾人民真的 哎呀 日夜期盼 解放军登陆啊 解放他们了 真的 你去想一想 所以说各位韭菜就别来了 不要 一定要在中国好好来 你明白吗 包括这种 就是 你在那个好好享受那个全国成民主吗 全国成民主蛮好的 真的 我现在把思想也提高了 就现在我就不劝你们韭菜说 出国要出国干嘛了 我就 我就跟你讲 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至少比非洲发达吧 别出来了 包括这一位 主人公嘛 他还到非洲开饭店 你干嘛 你是从杨卫外啊 啊 你把中国的钱 投资到非洲开一个饭店 你想干嘛 中国不能开饭店吗 你不能去中国为 在中国开个饭店 为中国人民服务吗 你现在要到非洲 为非洲人民服务啊 你什么 真的是 这种人 这种人要是回国的话 我建议共产党直接把他护照吊销 直接把他吊销 就不准拿出来 你干嘛 祖国这么好 你到非洲去开饭店干嘛 这种人 还有一个 就是说呢 人家台湾人 为什么 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什么台湾的意思 人家说台湾的意思 为什么不说自己是Chinese 哎呀 就是说这台湾许多人 他真的属于 他没见过失眠 你明白吧 就家里面都是那种 就把自己小日子过好就行了 什么医疗也是免费的 基本上是免费的吧 教育呢 小学中学基本上也免费 就是人家他 他没有那种大国的视野 你明白吗 人家就想过点小日子 就不想当中国人 就中国你是 虽然中国已经是发辣国家 人家就是不想当 你明白吧 就不想 就想在自己家 就类似于啥概念 类似于你家有一个豪宅 大正啊 让我住一住 其实我真不想住 我觉得在我这家里面 睡着就蛮舒服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豪宅 终究是你的 不是我的 你知道吗 人家台湾人 拿了护照 跟你拿了护照就不一样 你非要让 他承认他是中国人 有点费劲 有点费劲 有点难 真的 真的 就类似于什么概念 类似于我跟你讲 你一出生 我长到大 我出了国之后 有人跟你讲 你不是中国人 你是台湾人 你会怎么想 就是说 台湾你一天没有去过吧 台湾的 教育 一天你没有受过台湾的教育 你没有拿台湾的护照 你跟台湾生活中一点关系都没有 结果你出了国 有另外一群人跟你讲 你是台湾人 你说 我就问你啊 就是说 你不是中国人吗 就是 你会怎么想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我也没有在台湾长大 你为什么叫我 我也没有在台湾出生 我不是台湾人 其实人家这个台湾人 他为什么认为自己呢 台湾人他为什么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呢 其实他也是这个思维 他从小出生在台湾 长在台湾 我也没在中国出生长大 现在你让他说 他是中国人 当然你要是给他一本美国护照 跟他说 你是美国人 我估计台湾人可能大部分投票的话 超过一半应该会同意的 加入美国 成为美国公民 这个东西 这也没法说 这人骂这个东西 哎 哎呀 你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美国比中国发达自由民主 还有一个讲人权 就没办法的事情 好吧 我就讲这么多了 所以啊 我说过 统一 如果共匪啊 你真的想要统一台湾 想要占领台湾 你先把中国14亿人民的日子过好了 让全世界人都想拿中国绿卡 如果到了那一天 你再让台湾人投票 投票到底要愿不愿意跟你玩 你明白吗 就像来今天的美国 全世界人都想来美国 你说这 好吧好吧 我就讲这么多了 希望每一个 无日的人都能觉醒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不要等到你的青春 失去的时候 青春不在的时候 你才醒悟 你才觉醒 啊 共产党骗了我 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好